哈喽大家好,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,以及心理话。 先来讲好消息,Mark1000沙已完成,我会先把精华分类成不同主题的合集,后续频道影片会做到每天更新,预计更新到2021年10月26日,最后一天的影片可能会是Mark1到1000沙大合集。 坏消息,2021年10月26日可能是我更新影片的最后一天,如果影片上传太快,也可能会提早。 心理话,台风游戏自从2018年10月20日下载至今,我认为这是一款简单,容易上手的游戏,从一开始懵懂无知的新手,被人用三角形Mark秒杀,瞬间一脸茫然,心里默默地呼喊, 我是谁?我在哪里?我怎么就这样莫名其妙?就死了,当下,我就开始对这款游戏给深深着迷了。 起初,开始每天来游戏报道,努力存金币,买到了高高挂在墙壁上,每天梦寐以求1500金币的至尊道具S3,但我知道这样是不够的,因为我深知S3迪不过小小的Mark给秒杀。 我开始每天勤练Mark,说弄生巧,变到像呼吸一样自然,行云流水。 这时,我突然发觉,我已经找不到对手了,每个人都被我惨电。 我觉得这样不行,我观察YouTube有关台风游戏的频道,有对使用Mark技能解析探讨及教学的,几乎没有。 我发觉,我该跳出来教大家怎么玩了,我应该把我所练的Mark所有技能用影片全部公开出来,训练出对手,制造出更多的对手。 然而,这款游戏其实很平淡,却很受热爱台风,以及想要放空来抒压的玩家游玩。 这三年来,玩家来来去去,能久留的不多,玩家以新手居多,新人玩到没什么突破,觉得这游戏不就这样而已,感到无聊而走的人很多。 再来,但这款游戏就是因为简单,变化不大,能利用YouTube影片发挥创意所有方式,我都做了,做到极致。 但是,现在的我,已经没有任何点子,能在台风游戏上发挥创意了,这时,我觉得我该考虑收手了,我想我已经完成了当初做影片的初衷。 最近,我Mark对手的困难度,开始提升了,代表大家的程度也开始提高了,开始学会防守,而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是,以为自己圈头大,拥有SIMBO道具,就可以自以望为。 到处欺负弱小,另一方面,或Mark的人开始增加了,或许有受我影片所影响,这也是我期望发展的结果。 在影片里,我一直在表达Mark才是最强道具,我后续或陆续更新有关Mark的影片,里头有很多写新画面,不喜误入,未满18岁请勿点击,若不慎点击,有任何不舒服的征状,请紧诉这一,我一概不负责任哟。 被我Mark的所有玩家,如果你觉得那个人就是你,在此,我诚心地向您深深地一鞠躬,跟您说声对不起,你可以这么想,在这个到处有人模仿别人名字的时代,只要你死不承认,那个人就绝对不会是你,那一定是别人冒充的啦。 当然,我也感谢您的参与,让我有机会,完成影片教学的梦想。 说真的,上传这种影片,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影片点击率又不高。 上传影片后,迎面而来的,是被Mark的玩家气扑扑的负评及道赞,但我可以深刻理解与体谅,因为我也曾当初被人秒杀过,我很能体会那种心情低落的感觉。 我希望大家不要气馁,要像我一样,发愤图强,把Mark练起来,那么,它将会是你在台风游戏里的一把利刃,一把屠龙刀。 最后,祭许大家,共勉之,祝福大家,平安喜乐。 Pushes Game 2021年9月22日。